因为这件事 婆婆对我的态度转了180度 不再供应我的一日三餐 逼着我挺着大肚子起来干活 很快我就抑郁了 出现了幻听 亲戚各种对我讽刺的话 我感觉我就像没穿衣服似的暴露在众人面前 每年过年就是我最害怕的事 走动的亲戚总是会把打亮的眼神落在我的屁股上 生了女儿后 他们看热闹的声音更加猖狂 什么屁股大生儿子 还不是个赔钱货 送人了 家里没钱养 在我刚出产房的那刻 婆婆劈头盖脸的一顿骂 旁边的医生护士都同情地看着我 妈 生男生女又不是我决定的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封建 我封建 好 那你自己坐月子吧 我还不伺候了 我一个在医院住了三天 自己下床 自己叫外卖 自己照顾女儿泡奶粉换尿不失 老公得了出差的工作 半年都不会回来 也是从那一刻起 我看清了婆婆的本质 没成想 回到家后 她更是变本加厉 只要没把女儿送走一天 她就一天不给我饭吃 天寒地冻 我半夜走了半个小时 去镇上买了方便面 狼吞虎咽的往嘴里塞 还去偷吃 下次是不是要偷人了 婆婆嫌弃的吐了口口水 孩子呢 你是不是动我孩子呢 别找了 已经送人了 我急得已经两眼发黑 月子都没做完就跑了 半年后 我才在偏僻的农村把孩子找了回来 我也彻底和婆婆断绝了来往 除了过年 平常不会见面 而我从此也落下了体寒的毛病 成了不孕体质 我用了三年才从婆婆的阴影下走了出来 没想到同样的事情竟然会发生在我女儿身上 你给我女儿道歉 并且让亲戚都不许保存视频 我愤怒地指着婆婆 吏声要求 眼中的恨意都快成为刀子 刺过去了 婆婆弄了弄嘴 呢喃一句 屁股大 生儿子真不能信 我气得面红耳赤 举起手就想删去 被老公挡下 你敢动手打我妈一下 试试 你就是个脑肿 媳妇和女儿被围观 你都无动于衷 我当初真是瞎可以啊 才嫁给了你 老公把婆婆护在身后 我抱着女儿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 回到屋里 心有不甘 打开手机保存已久的监控视频 毫不犹豫地点击发送 既然婆婆不拿你们当外人 我也就放心了 这段活春宫就当给大家学习学习 视频加上这段文字 立马在群里乍翻了天 大伯 春梅 出大事了 十岁外省 果然和片子里一样精彩 外公外婆玩的花样真多 张大嫂发了个羞羞的表情 其他人都在等着看热闹 没意会 房门就被一脚踹开 许沁沁 老娘要杀了你 婆婆举着菜刀 凶神恶煞地冲进来 老公也跟在后面 我淡定地举起手里 装模作样地打报警电话 感动我一下 等警察过来 你们都得蹲老子 婆婆已经顾不了其他 依然红着眼要砍 老公纠结了一秒 拦住了婆婆 妈 明年我还要考公务员了 家里不能留案底 这次就算了好不好 婆婆毫不手软地给了她一巴掌 你媳妇把我和你爸那样的视频发到群里 你让我这张老脸往哪放 今儿必须让她出血给我赔罪 我冷笑一声 有点嫌弃监控的分辨率 不然产生的效果恐怕更加炸裂 妈 你不是说都是一家人吗 拿出来分享分享 这么小气干嘛 我阴阳怪气地嘲讽 婆婆被我气得直翻白眼 老公拼命地阻拦 我持续输出 妈 身上的肥肉该减一减了 还有那鸡蛋大的痔疮 看起来真耳性 老婆 你别再说了 没看见妈就气成这样了吗 我扑斥一笑 老公的秋衣已经被婆婆扯得稀巴烂 我当然不能放过这么好的机会 打开相机对着拍 大家看看啊 婆婆太凶猛 连自己亲生儿子也不放过呢 张大嫂不愧是群里的和事老 哎呦 妹子 你忍忍啊 等大兄弟回来再做 光天化日的 你不害臊啊 我回了个委屈的表情 我都习惯了 大家都把视频保存好啊 以后年年拿出来 图个乐盒 小杯突然都冒了出来 收到 收到加一 加二 查看下一张 全部收起 开中人的 是 第一个